婚姻里最怕的不是三观不合而是 好的婚姻需要深入对方的成长历程 倾听对方的生命故事 了解对方的价值排序 清云和白雪结婚六年了 近两年却发现彼此越来越格格不入 在清云眼中白雪是个工作狂 一心都在事业上 她每天回到家看到的是满屋狼藉 而自己累了一天又陪孩子又做饭 非常郁闷 最初的感情磨尽了 就剩下了满地鸡毛 白雪也非常委屈 自己辛辛苦苦工作 还不是想让一家人有好的生活 难道必须在家相夫教子 清云才开心 她真是大男子主义 经常有人以三观不同 唯由闹离婚 问题是这世界上哪来那么多的三观遗致呢 就算内容相同 排序还不一样呢 心理学研究指出 价值观是个人对客观事物 及自身行为结果的总体评价 是推动并指引个体决策和行为的准则 价值观反映出人们的认知和需求状况 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 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人 与其动机模式不同 产生的行为也不相同 婚姻中的双方会依据自己的价值观 及其排序来进行决策安排行动 把健康放在第一位的青云 会认为孩子没必要报信去班 开心玩耍就足够 把成就放在前面的白雪 则会在教育选择上 投入更多的热情与金钱 一方重视家庭优先 另一方则以事业为重 遗憾的是很多人并不了解 行为背后的心理 沟通不出结果就放任自留 以致渐行渐远 其实价值观不同 也可以获得幸福的婚姻 白雪和青云之间之所以闹到如今地步 就是因为两个人怀揣着美好的梦想与期待 却只要求对方理解自己 而不去探寻对方的心 所以婚姻的幸福指数很低 但一定要离婚吗 两个人仔细想想一起摇摇头 无论是回忆起曾经的美好 还是考虑现实生活和年幼的孩子 两个人都觉得还有回旋的余地 但如果继续过又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都知道幸福的婚姻需要用心经营 那么用心的基础就是求同存异 大家可以试着做好下面这两件事 一 接纳不同 拥抱彼此 爱情的产生常常因为彼此的差异 但是婚后这份差异却成了矛盾的起源 试着换一种眼光看待彼此 保持一份好奇 用欣赏的眼光认识眼前这个和自己不一样的生命 去发现和寻找是怎样的环境与经历 让它成长为今天的模样 它让你倍感痛苦的大男子主义 或许是它从小需要扛起家庭的重担 从而养成了过于至尊的性格 她的催毛求疵也许并非故意为难你 而是她成长在一个要求完美 充满比较的环境下 你看到了她的努力 体谅到了她的不容易 就会在下一次冲突发生时 多一份淡然 少一份怒火于委屈 二 抓大放小 成亲观点 白雪和青云的共同愿望是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一个美满的家庭氛围 在这个大的指挥棒下 一切不和谐的声部都可以交错开 在不同的时空弹奏出美妙的旋律 改变一下以往的关系模式 多一些赞美和建议 少一些牢骚和指责 如果对方却不散指道 也不要为难对方或苛求自己 小时工上门分分钟解决 专业事情交给专业人去做 遇到矛盾与观点相依时 心平气和谈一谈 了解一下对方观点背后的东西 一段时间的磨合下来 两个人会更明了彼此的价值观及排序 也能对彼此的选择和行动 多一份宽容与尊重 好的婚姻需要深入对方的成长历程 倾听对方生命故事 了解对方价值排序 哪怕危机是福 也可以峰回路转 只因为回首间 你懂得了它的不容易 也听到了自己的心之声